第六十二集 愿人又使惠人成功 从这个底下来 有八戒都是说的 如我刚如年中 注决里面 告诉我们 人之有实 这是一桩不信的事情 这个社是有过失 或者是遇到最损失 人在遭遇到这些不信事情的时候 习人君子看到了 听到了 总是有黎明之心 决定不会有信在落户 这个 这种心理 是不善的 太善的 再次得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我 虽然 没有在这个行为上 这个齐心动力呢 就不善了 一个人 一个人 在世界 灾祸 是 不能够避免的 这是什么原因 无量皆来 六道众生 齐心动力 造作 行为 决定是 过度善少 我们在佛教典籍里面 最常读的 背发明门 背发明门里面告诉我们 众生 烦恼的星索 二十六 二十六种 善心索 只有十一种 可见的 烦恼是悟心索 比善心索 多了一倍 还要超过 又何况 我的息息 胜过善的息息 所以 如果没有受到 良好的教育 没有好的修持功夫 其心动力 无不是罪 金刚经上 说的话 是真实的 不但 佛法 如是处 其他宗教里面 也是这个说法 也是同样的看法 所以 幸灾 落后 是很不好的 这个习气 看到别人有难了 看到别人有不幸了 他在那里 破 破掌 大小 这些情形 从小朋友 就可以看见 对于人的成就 善心 赞叹的少 看到人家的时候 有不幸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表现出 这种心态 很多 很多 我们自己 细细地想想 自己在 童年的时候 在做学生的 时代的时候 是不是 常常有这个现象 那么 当我们自己 遇到不幸的时候 别人用这种心态 来看我们 我们自己 作后感想 能够想到这一层 才知道 误作剧 对人 心灵 精神上的伤害 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慧人成功 回忆有两个 意思 一个是毁坏 一个是毁谤 成功 功不论大小 在经营的人 都希望他有成就 尤其是 这种功 是为社会 是为众生 固然 这个里面 因缘 非常复杂了 个人 经营的事业 哪一个不希望 有成就 我们 要是毁坏 这是造业 事业的成就 毁由 情因 毁坏 的人 只是做 正上员 帮助他 也是正上员 毁坏他 还是正上员 实在讲 对于 经营事业的人 究竟有多么大的伤害 阻挠是有的 破坏 在佛法里面讲的 是不可能的 你把他的成就 也缓 这个有可能 真正是阻挠 那不可能 那违背英国定律 真正通达 英国报应的 道理 与死是真相 人心 人心就平了 他过去 中的善音 这一生当中 一定有 善的国报 现前 善的国报 被人障碍了 也许 五年 十年之后 他善国报 还是会 现行 这个道理 要懂啊 如果我们以善行 成人之善 成人之美 我们自己的修德 何必去造业 成人之悟 去造业 障碍别人的好事 帮助别人的悟事 我们自己在造业 如果人家这一段事情 是造福社会 是有业于众生 那你就要看它 影响的大小 影响时间的长短 如果影响的面大 时间长 这个罪业就造重 千万不要认为 我们自己 有意无意 造的这个业 大概是不会 太严重 那是我们自己 想错了 想错了 往往就做错了 到自己国报现行的时候 后悔末节 所以人 一定要有慈悲心 要有同情心 我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 应不应该说这些话 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下面一句 我一人自安 今人自义 这个意思都很明显 都不难懂 而且 常常 我们所犯 遇到有危险的事情 总是叫别人去 有利益的事情 总是希望自己 多占一点便宜 今人自义 就是损人利己 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个注节 头一句 说得好啊 千经万点 只论个心字 这个不仅在佛教 所有一切宗教 说实在的话 都论一个心字 宗教 能不能够和牧相处 足全 能不能够团结 从佛法的理论来讲 决定是可能 决定是肯定的 只要大家 只要大家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可以说 世间 世间 许许多多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学术 正如 正如 我们站在 各个不同的方位 看一桩 事情 事情 只是一桩 我们站的方位 不相同 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 其实 一桩事情 比如像这个 茶杯盖 我们这边拿着 你们两边的人看 这边人看 吐出来的 这边人看 挖进去的 那两个打架了 争论了 永远 谁也不服谁啊 没有看到完整 对吧 再翻个面 掉过头来看 那大家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每一个宗教里面 看的神 看的上帝 就这么回思绪 其实是一个 佛法讲的语言 讲的透确 佛给我们讲的 最急究竟出 摄奉三世福 共同一发生 一个心 一个智慧 所以佛告诉我们 四十真相 虚空发解 一切众生 是自己 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 这个四十真 啊 华一经常说 虚空发解 一切众生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心 是自己的心啊 实 是自己的实啊 立开心时 无有一法可得 所以佛法 讲到真的 真谛 都说自信 三宝 讲自信的三宝 那念佛的人 讲自信迷途 自信净土 那我们这个世界 你要是明白 这句话的道理 岂不是自信苏仆 自信释迦 延伸到其他的宗教 你也就懂得 自信上帝 自信基督 你就恍然大悟了 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就放下了 妄想 分别执着 是从哪里来的 只看到 局部 没有看到 圆满 是从这里 发生的 这个我们 就讲 这误会 佛法里面 所说的 贫贱 没有见到圆满 所以佛法的教训 是圆满 不是偏在一边 这个才能够解决 一切问题 佛法 修行正果 正道 果跟道 就是四十真相 真相 明白了 妄想 分别执着 尽 可是 怎样了解 此事 真相 必须 要破 妄想 分别执着 换句话 妄想 分别执着 要放下 越淡薄 你明了的 四十真相 就越多 越深入 坚固的执着 严重的 分别 障碍 我们的智慧 智慧 是本有的 不是从外面 带来的 智慧 是能证 法界 也就是四十真相 是所证 能所是一 不是二 这个境界 是诸佛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佛为我们 射出 是他证得 你严厉 我们自己 也要证得 这样才能得 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受用 从这些地方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 祝福如来 他们 为什么 要帮助一切 众生 而且是 无私的 无条件的 帮助一切众生 对我们凡夫 无法理解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知道 净虚空 变法界 是一个字体 大臣经上讲的 法身 一个法身 像我们的身体 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 有一部分 又痛痒了 又麻木了 我们其他的部分 要不要帮助他 我们左手 这个条 麻木了 右手 自自然然去 还要谈条件 还要说出代价 佛知道 虚空 罚界 一切众生 是自体 所以 无条件的 去帮助他 这才说出 利益众生 就是 真正 利益自己 但是一切众生 无量借来 都在妄想分别之处 不了解 此事真相 不知道 法界 是一个真体 所以看到 左手又痛苦 右手 不肯帮助他 帮助他 要谈条件 要代价 要问 我为什么帮助 不知道 是一体 佛家讲的 无上 无上 不体 究竟 圆满 就是 真正 彻底 明了 虚空 罚界 一切众生 是一体 受风 三世佛 共同 也发生了 一心 一智慧 这些过失 自自然 就没有了 不了解 此事真相 才会产生 这些过失 就佛教导我们 认识 事实 真相 才知道 怎样 帮助自己 怎样 使自己 得到真实的利益 没有别的 就是 群心 群力 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一切众生 确实 有一些 迷失自信的 众生 不了解 此事真相 所以佛菩萨 在所有一切 帮助当中 最重要的 帮助众生 明了 事实真相 这是我们在经历上 常常看到的 真实的慈悲 无尽的慈悲 我们自己修学 修养 也是以这个为中心 那么这个方向目标 就成就了 这一生 才可能 得到成就 方向目标 错了 在佛 大乘佛法里面 不相应 所成就的 就不是佛法 而是释法 佛法是哲 释法是灭 不同地方 在此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